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一期的月看我们要谈一下关于冥想 到底冥想是什么 对很多人来讲呢 这个冥想就是坐静静 什么都不想 或者脑袋里面是放空 或者想黑暗黑暗黑暗 其实冥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除了坐静静 我们要有一个对象 我们要专注在那个对象 然后呢很多初学者呢包括我之内呢 我们的意识很容易的跑掉 很容易的跑掉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 其实做冥想除了坐静静 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 一个就是观察我们的意识是否有没有跑掉 第二就把意识拉回来 在我们的专注点 在我们的对象 所以在藏文 用藏文 这个叫做薛训 薛训就是我们的那个觉察力 就是好比说那个在天花板的火警 所以火警就会注意看 当我们房间里面有那个火呢有烟呢 它就会放水 所以我们的薛训呢 当我们的意识跑掉 薛训就会通知Dranba 把意识拉回来在我们的专注点 所以Dranba就好像是一个我们冥想的肌肉 很多初学者呢 这个薛训跟Dranba是会比较弱 所以可能当我们意识跑掉 这个薛训不马上意识到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才知道啊 我们的意识跑掉 然后Dranba也没有那么有力 所以可能不会马上有力的把它拉回来 还有一点挣扎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做冥想 甚至五分钟都很重要 每天做五分钟的冥想 我们要练习我们的薛训跟Dranba 让他们越来越有注意力 越来越有冥想力 肌肉的力把我们的专注点 把我们的意识拉回到我们的专注点 所以今天只介绍这两个薛训跟Dranba 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下一次的 第一二三的金刚伤法的工作坊 谢谢